那么快祥的业绩到底在哪里 其实他的业绩是后来 朱棣去世十多年后 朱棣的真孙明宗正统皇帝朱启镇 重建三大殿的时候 这时候才是快祥的当达之年 年富力强之年 他在那个时间段落 重建故宫三大殿 后来紧接着天安门的前身叫陈天门 当时是一个排放门 跟现在完全两码事 他后来再去把它重建成 比较接近现在的样子 一个大城台上面五开间的门楼 后来再变化 最后变成了现在的九开间的门楼 在开始的时候 从三大殿前面的这套空间 还是学的北宋的东京便良 他的宣德门外面的千布朗 在文献当中喜欢提的快祥 一门特殊手艺 就他的手头功夫特别好 快祥他的技能 其实至少包括这两个方面 一个是特别好的全局把控力 他面对皇上提出一个要求 盖什么样的房子 他能很清楚地在短时间内 知道这房子大概该是什么样子 我要开出多少尺寸的料来 然后按照怎么一个流程 用最快最便捷的方式建造出来 这一切东西都存在他一个人的心里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讲 叫神乎其神 存乎一心 指的就是这样的折将 这是特别多的建造经验 特别多的现场的体验磨练出来的 这一切东西都能够起来